另外是奥地利捷克旅游团在今天再新增一名确诊个案 整团17个人已经累积有6个人确诊 那么其中有3例重症 包括已经病逝的领队 还有两个确诊病患在加护病房 而最新确诊的个案341 是昨天确诊个案338的太太 隔离期间出现了症状 裴先生回诊的时候 因为旅游室被通报裁剪之后确诊 因为确诊的比例很高 指挥中心为求安心 让奥集团其他11名军家隔离者全数裁剪 其中有两个人虽然主诉没有症状 却赫然发现他们的肺部 已经明显出现浸润的现象 紧急住院 有一位是原来我们有的一个 奥大利捷克团 上个月返台的奥地利捷克旅游团 再添一例确诊案341 整个旅游团已经有6人确诊 最新确诊的案341和案338是夫妻 两人一同出游 不幸然疫 而确诊的6人中有3例重症 身为领队的案108已经病逝 更有两名团员还在加护病房 还有两个是在加护病房 那一位是死亡 24小时内夫妻俩相继确诊 由于丈夫案338传出 早在上个月14号返国后 接受居家隔离检疫期间 就出现咳嗽腹泻等症状 却没有向检疫关心电话反映 直到解隔离后 回诊心脏科时 因旅游室被裁剪确诊 究竟有无隐匿疫情 每个人对于这种 自觉的症状的描述 事实上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性 古早就这样 现在这样 不感觉什么痛苦 自然有时候就忽略掉了 指挥官陈时中忙缓夹 但整个流伙团17人 已经有6人确诊 比例偏高 指挥中心为求安心 让整团其余11名居家隔离检疫者 全数裁剪 昨天有找了两位其中的 他们到医院的时候 发现说肺部都有稍微的禁论 所以有紧急在请他们在住院 这个都是我们所担心的问题 所以我们才要采取一些行动 究竟奥结团这团其他成员 是不是无症状感染者 接隔离后又接触过哪些人 指挥中心在结果出炉后 忙着做疫调 就怕有漏网之余 成为防疫大漏洞 记者临时就轟的财天报道